澳大利亚跳出来挺加拿大,华春莹回答绝了。 加拿大总理15日称,中方随意执法。 近日,澳大利亚代理外长也就此声明称,谢伦伯格案不是用死刑,中方不因如此快速断案。 中国单不担心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 在16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应,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华春莹表示,你刚才提到澳大利亚,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加拿大的盟友用十个手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对于走私贩毒这样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严重罪行,我想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严厉打击惩处。 作为加拿大媒体,你们应该知道加民众的意见,也要求政府予以严厉打击,这才是对人民生命的真实,尊重和保护。 华春莹说,至于你说到澳大利亚方面有关官员,就中方审判谢爱的表态,我觉得非常奇怪,这跟澳大利亚有任何关系吗? 根据中方有关法院公布的情况,谢伦伯格所走私的这批200多公斤毒品,原计划要运往澳大利亚,难道澳大利亚方面,愿意看到这批毒品流入澳大利亚去危害澳大利亚民众吗? 你可以请澳大利亚这位官员对他的人民说清楚,他是不是想让这批毒品流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呢? 我昨天已经表明了中方的明确立场,加方领导人用随意这个词来描述谢伦伯格案在中国的审判情况,是极不负责任的。 实际上,加方领导人有关表态,才展示了什么是随意,缺乏最起码的法治精神。 华春莹还表示,我建议你再看一下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任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 谢伦伯格案件办理过程,严格依照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之处。 本次庭审程序中,大连中院以法保障了辩护律师月券等权利。 法院立案,组成和议庭,履行送达,告知即开庭时间地点等环节,均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西线的规定。 中家关系急速冰冻,深层原因竟是这些。 最近的中家关系,显然比这个冬天更寒冷。 由于梦案的发生,两国的不信任达到近年来的顶点,不仅计划中的自贸谈判成为泡影,很多经贸和文化往来也受到影响。 这样的结果令人心痛。 作为一个在家华人,最大的期望就是两国求同存异,和睦相处。 心痛之后,忍不住反思,中家关系怎么就到了这个样子? 难道就是被一个引渡案给缴的吗? 思来想去,越来越觉得,梦案不过是一个刀火索,或者说是一个催化剂。 实际上,中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表面热闹,内在冷淡。 这种冷淡,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两国之间的结构性问题。 先来说加拿大。 加拿大主流社会对中国,从内心里缺乏亲近的强烈怨望。 总体感觉,加拿大主流社会与美国不太一样,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既有理想的一面,更有实用的一面。 如果说奥巴马总统代表了理想派,特朗普总统则代表了实用派。 这种两面性让他们对中国有不满,忧愁是,但是也会有深度的了解与合作。 相对来说,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加理想化,或者说更纯真,对自己的价值理念更在乎。 这种倾向在尊重英国,接纳难民,批评沙特,看不上特朗普,向中国提出进步,贸易标准等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由于这个原因,加拿大人对价值观念迥异的国家,根本不抱强烈了解和合作的欲望。 在美国,想找一个中国专家,中国通,易如反掌。 在加拿大,要像找一个这样的人才,恐怕并不是太容易。 对中国了解的匮乏,反过来又加剧了加拿大对华的偏见。 在不少加拿大人眼中,中国可能还是一个与朝鲜,古巴政治大同小异的国家。 他们不满意中国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甚至希望以自由贸易谈判,改变中国人权。 当然,加拿大人对中国缺乏合作兴趣,并不是纯粹价值观使然。 加拿大的对外贸易格局,决定了加拿大的外交观念。 长期以来,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70%左右的出口产品都流向美国。 只要美国经济一天不倒,加拿大经济就不会掉入冰窖。 虽然说,在保持对美贸易的前提下,在开拓一个中国市场,亚太市场,再好不过。 这也是特朗普上台后最想突破的地方。 但是,中国市场再好,对加拿大来说也是辅助,不可能替代美国。 因此,加拿大在开拓中国市场上,始终不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深化贸易合作。 加拿大人也始终不曾,真正将中国市场作为救命草。 近年来,加拿大人对中国企业的欢迎程度逐渐下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再来说中国。 中加关系是由两个国家决定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中加关系沦落到今天这个程度,不能说全部是由加拿大造成的。 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中国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首先,笔者在与国内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包括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经常能感受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 中国历史太悠久,国家太大,经济太兴旺,以至于很多人从内心里没把中小国家当回事。 在他们看来,中国帝大物博,朋友众多,却一个加拿大这样的朋友无所谓。 目前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似乎也提供了力胜。 对中国来说,来自加拿大的贸易额,实在无足轻重。 其次,加拿大人对中国有成见,中国人看加拿大,也经常戴上有色眼镜。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傀儡、附庸,根本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只要抓住了美国的七寸,对加拿大将不战而胜。 他们不知道,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远远不是一个附庸、傀儡所能涵盖。 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多数中国人根本无从了解。 倒是一个梦案,更加强化了长期以来的简单判断。 由于至少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中国人除了知道加拿大教育发达,风景优美,加拿大额比较上当次,对加拿大的了解实在有限。 我们根本不知道加拿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这几年,中国国内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急速升温,很多被遗忘或从未被关注过的国家,都被提上了研究和讨论日程。 但是,加拿大研究依然不冷不热,聊胜于无,从政府到民间,似乎也没有人在乎这个。 如果不是大量华人移民和留学生来到加拿大,中加两国关系,很符合孟子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 对于这种局面,加在两国之间的华人,当然并不乐见。 但是,有时候我反过来想,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倒也不全是坏事。 老死不相往来,固然代表了冷淡,但是也意味着稳定。 换句话说,中加关系不会热乎到称兄道弟,但也不会恶化到你死我活。 国家与国家之间平平淡淡,最起码是可以接受的忠策。 中国外交部震撼发生,这些国家瑟瑟发抖。 当地时间1月14日晚,加拿大政府网站更新了关于中国的旅行建议和警告。 在加拿大政府网站的旅行建议页面上,加拿大旅行者被建议在中国境内停留时,保持高度谨慎,因为当地存在私。 法机关任意执法的风险。 在履行目的地信息的法律和文化一览中,关于死刑的情况被单独列出。 中国司法机关有时会任意使用死刑,且暴力和非暴力犯罪,都有可能适用死刑。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5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觉得加拿大政府应该向本国公民发布提醒,但不是提醒到中国可能面临威胁,而是提醒加拿大公民,千万不要到中国从事走私,贩毒这样的严重罪行。 在中国从事这样的严重罪行,一定会有严重的后果。 华春莹指出,其同事之前已经介绍过去年加拿大公民来华旅游、工作、开展交流合作的人次的情况,事实表明,加拿大公民在中国是安全的。 只要包括加拿大公民在美的外国公民在华遵纪守法,他们的自由与安全是得到充分的保证的。 中国的外交史,可以说是一步步从弱变强的血泪史。 从晚清时期李鸿章的无能没力,到美国时期顾为军的竭力抗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的不非不抗。 中国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越发的惹人注目。 中国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的机会。 中国家人,和他们的統一、周总比的状况是人数养,所席的那一位。 中国外交官在课前方的男平背景华面之后,正在阅长的日子左右跟候征留乌下方用。